北京时间2024年8月5日消息 今天凌晨 中国女排3比1战胜塞尔维亚 以小组赛三战三胜的成绩 昂首晋级八强 最新消息显示 中国对八强的对手已经出炉 老对手土耳其 CCTV5将在明天 也就是8月6日下午3点直播本场比赛 四分之一决赛对阵是 中国女排VS土耳其女排 意大利女排VS塞尔维亚女排 巴西女排VS多米尼加女排 美国女排VS波兰女排 中国女排如果战胜土耳其 接下来半决赛的对手 将是意大利和塞尔维亚队之间的胜者 结束东京奥运会之后 进入巴黎周期 朱婷在海外养伤 蔡斌担任中国女排主教练 整个2022年2023年 中国女排均未遭遇土耳其 进入2024年开始的世界女排联赛 中国女排在中国香港战比赛中 3比2逆转击败土耳其 那场比赛发生在6月15日 也就是一个多月前 朱婷没有上场 中国女排在0比2落后的情况下 连班三局3比2大逆转 那场比赛 中国女排打得非常有气势 李盈盈狂侃25分 王媛媛 袁锡月均得分16分 小将吴孟杰展现了极佳的状态 也为她能够获得巴黎奥运参赛资格 打下了基础 如今 中国女排在巴黎奥运赛程上 顺风顺水 小组赛3比2战胜美国 3比0战胜法国 3比1战胜塞尔维亚 全队运转良好 朱婷和全队配合越来越默契 当然有个隐忧 今天凌晨击败塞尔维亚的比赛中 朱婷为了救球 拼命的奔跑 不慎撞到手腕 随后 朱婷被换下场进行手腕理疗 不仅兵夫还戴上了护具 这一点挺让球迷担心的 希望朱婷的手腕没有大碍 从三场小组赛来看 蔡斌几年心血训练的战术体系 有一定收获 中国女排多点进攻 携防保护 衣传跑位 拦网转换都做得不错 李盈盈的状态已经达到巅峰期 王元元加元新月的复工组合 渐入佳境 龚翔宇在接应位置上 不仅是全勤劳模 也是始终保持顶级状态 二传位置上 凋零宇被重点培养 被非助攻 瞬间协调的能力都有进步 自由人位置上 王孟杰非常批 任劳任怨 最大变量X音速朱婷 又能够用自己的经验 去帮助球队 也因此 这支中国女排是可以被期待的 加油 祝福中国女排 能够顺利打败土耳其 挺进四强 朱婷直言 这是他最后一届奥运会 对于1990年出生的丁霞 1995年出生的郑一新 张长宁来说同样如此 相信这支年龄结构合理的中国队 能打出理想的成绩